上回书说到王莽 听说三七王大刀苏献纵家人行凶 把脸望下一沉 三七王可有此事 三七王赶紧跪下来吓得只哆嗦呀 王莽为什么对待三七王这样 王莽也早就恨上三七王大刀苏献了 三七王纵家人行凶是他办的呀 所以他心里有病 贵道在龙叔案前臣醉改万事 他想妄下解释他得编这画 他万也没想到 力不天官斗荣在古动词亲自演见 张龙在这找世 他这画还没编出来呢 王莽用手一拍龙叔案 苏献 你身为王爵 不知教训家人 就应该霸绝为民 就这一句话 吓得苏献是魂飞天外 破散九霸 心说我苏献当这个寡罪 包你当的皇上啊 啊 你一句话就把我霸绝为民了 苏献再不满意 可是不敢顶撞王莽 现在王莽大权在手 他是皇上 只好磕头请罪吧 王莽看着苏献 心说苏献苏献 你心里对我不满意 你才总家人行凶 是不是你要招事啊 王莽既然恨苏献 今天抓住这个油头 他能不怪罪苏献吗 苏献 你既然知罪 你 到底应犯何法 你自己讲来 苏献可傻了 王莽说把我霸绝为民 现在让我自己说 他抬头看了看 力不天官窦戎 窦戎心说我得说话了 我救的是贾富 窦戎赶紧跟王莽说 万岁呀 贾富是个赶考的举子 万岁 你应该念贾富 有心为国家出力 从轻发落 不然的话恐是天下人心 王莽心说天官大人的话 正和真意 你三七王苏献的管家 死也就白死了 好吧 王莽传下旨意 贾富打伤人命 自恶功名 今后永远不准入考场 苏献放纵家奴 罚奉一年 王兄 袒护三七王 沈文不实 应该隔职不用 念其初犯 将成东城兵马司主事 散潮了 力不天官窦戎高兴了 三七王苏献算倒了没了 咱不管三七王 单说窦戎 回到家中用过早饭 家人走进来回话 天官大人 有举子贾富求见 来 有请 家人出去时间不大 就把贾富贾君文 带进天官府 力不天官窦戎是 降阶相迎 贾富赶紧过来 强行十里 力不天官窦戎 一看着贾富 身体魁梧 气都不俗 心说 殿下的眼力 果然不差呀 请起 把贾富掺起来 让到屋中落座 家人现场查了 贾富站起来了 大人 蒙大人之恩 我得了活命 敢问是何人所求 窦戎听贾富说这句话 心说贾富可是个明白人 因为我不认识贾富 我既然救了他 肯定是有人在我面前替贾富说好话 让我再往往价钱救他 力不天官窦戎点了点头 壮事 宣平门里有个连生老店 店里住着一位南阳赶好的金公子 是他求我答救你的 贾富听了心里也很纳闷啊 心说我不认识这位南阳的金公子啊 得了 等一会儿我去拜访拜访 力不天官窦戎跟贾富说了一会儿话 就品出贾富是个正人君子 窦戎也很喜欢他 留他在府中用饭 贾富是执意不肯 就告辞离开了天官府 贾富直接就问了宣平门那大街了 找到了连生老店 火鸡看来人了 就迎出来了 哎呦 客爷 您住店吗 里边请 我们这有客房 不 我不住店 请问你们店里住着一位南阳来的金公子吗 啊 有一位 有一位金公子 请你替我回禀一声 就说有个贾富求见 好 您稍候 这个伙计进去了 来到刘朽刘文书的面前 金公子 外边有一个人姓贾叫贾富求见您 好啊 有请 刘朽带着手下人迎到门口 这一说话 伙计已然把贾富带进来了 刘朽高兴啊 既然贾富来了 官司肯定就完了 这条命是保住了 贾富一进门 他一眼就看见王八了 贾富明白了 这位金公子肯定是他的伙伴 惹祸的是他 把我卷进去了 他们想办法又把我救出来了 按说可也不容易啊 想到这儿贾富就问 请问 哪位是金公子 刘朽望前走了一步 在下就是 贾富在刘朽面前跪倒 那是那头便拜 公子 您打救小人活命 此恩此德 无以为报 今天特来问安 要怎么说 贾富不是一般的人物 有道是大恩不言谢 咱们打个比方 有一个人走着走道 突然间往旁边一吊 吊到冰窟窿里了 眼看要死了 这时候走过一人来 把衣服一脱跳到冰窟窿里 把这人救活了 活命之恩 俗话说得好 受人点水之恩 涌泉相报 受人活命之恩 以身相报 人家冒着寒冷 跳到冰窟窿里 把你救出来了 了得吗 这位被救上来了 冲着救他这人一保全 多谢了 回见您呢 走了 这行吗 这像话吗 所以说 活命之恩应该以身相报 人家贾富明白 我现在跪在你金公子面前 你的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我特来问安 给你磕个头 问个好 因为你把我救活了日后 你再看我贾富的人心 刘朽急忙用手相掺 小时一间 合作挂齿请 然后给贾富跟邓宇 马成王霸 冯义一一引荐 这王霸 也是丧目大眼的冲贾富一抱拳 哎呦 贾大哥 您在古东寺里替我受累了 哎 在衙门里也替我受热了 小弟对不住 大哥 哎 求您别恨我 哎 我就这么个人性 您受了委屈 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大伙一听也乐了 这几句话说出了也就算完了 贾富能没完没了吗 刘朽用手一指请坐 贾富落座了 店家看有客人来了 就把茶气上来了 店家退出去了 大家是落座喝茶说话 刘朽爱贾富 他就问贾富 贾壮士 请问 你也是来到长安城赶考的吗 贾富是个正人君子 他是实话实说 不怕众为过异 静公子 你既然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就直言了 我不是来赶考的 我怎么会福报王马呢 古人说得好 贤臣责主而逝 良勤责目而期 我来到长安城 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富贵 我是想进进考场 看看天下高人的把势 能人的意义 没想到路肩不平 几乎把这条命饶上了 哦 刘朽听贾富说出这几句话来 更证明贾富是个正人君子了 有心把自己来里跟他说清楚 估计也不会出什么差错 这样就把贾富留下吃饭 贾富一想我命都是他救的 吃顿饭 那就吃吧 所以也就点头答应了 刘朽朗店家准备了一桌 风风盛盛的酒席 大家入座推杯换盏 开回畅饮 在饮酒之间刘朽就跟贾富说 贾人兄 不瞒你说 我们几个人来到长安 也不是为了图功名富贵 也是为了开开演技 贾壮士你说得好 咱们怎么能保王莽呢 王莽原来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 受决安汉宫 他不但补中军报国 反而用震灸害死了平地 弑君篡位 败坏了钢肠礼 天下人都恨他 我们练武的也不应该保他 是啊 公子您说得太对了 我贾富也是这么想的 将来要是有人兴兵恢复汉时 我们可得帮助这兴兵之人 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聊 旁边这邓宇王霸马成冯毅可就急坏了 尤其是邓宇 邓宇信说千岁 您怎么能跟贾富说出这些话来 可同一次见面 有道是人心隔肚皮 做事两不知 初次见面 您知道到底他是干什么的呀 看起来照这样 千岁是要说实话呀 出了事可怎么办 邓宇两只眼睛瞧着刘秀 轻轻地摇头 那意思您别再往下说了 刘秀看见了 刘秀装没看见 因为刘秀有他自己的看法 心说我刘秀二目识人 这个贾富贾君文是正人君子 你们用不着担心 没错 所以刘秀不理邓宇又跟贾富说 贾人秀 你知道我姓什么吗 贾富听刘秀这么一问挺奇怪 恩公 您姓金金公子 刘秀乐乐 恩秀 我不姓金 实话告诉你 我姓刘明秀自文书 是汉高祖九世玄孙 孝平皇帝之后 哎呀 贾富文庭大吃一惊 赶紧站起来了 殿下千岁 我贾富不知对千岁 礼貌不周 有罪有罪 千岁 请受我贾富大礼参拜 说这话 他要跪去 刘秀赶紧用手相掺 壮士 不要行此大礼 不 千岁 您待我贾富有活命之恩 我应该以命相报 日后千岁 兴兵灭亡 我愿小全马之劳 贾富这几句话 刘秀一听 刘秀可乐坏了 得贾富是得意缘虎将啊 任兄 你可千万不要下跪 有这句话 足可以了 将来我兴兵之时 请你拔刀相助 千岁您放心 我一定抱您灭亡猛 复兴汉士天下 邓与马成 王八逢一 这才放心 贾富跟刘秀重新入座 几个人吐露肝胆 唱发肺腑之言 这人要以高兴啊 不由得 这声音就大了 没想到屋中说话 是隔腔有耳啊 正在这时候 门拉开了 从外头走进一个人里 进门就问 哪位是汉史宗亲的 这句话 君臣们全都愣了 一看近来这人 五十岁上下了 身高在八尺开外 长得虎背雄腰 看面貌一张四方脸 五官端正 一部黑胡须扇满前胸 头上戴着淡黄段色压尾巾 窄零条 累着折子 上身穿着淡黄色短肩 绑身靠拨 腰中计一八整宽 五彩 撕乱大戴 下身穿红绸的中衣 足下轻断的快靴 刘秀心说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他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 他为什么不去报案 为什么他拉门进来 反正他已然听见了 我为什么不敢承认 我自己是汉室宗亲 东宫太子刘秀啊 就在这时候 邓宇马成王马冯义 就准备抄架和动手了 刘秀挺身站起来了 你要问他 我就是大汉的东宫太子刘秀 你便怎么样 没想到这个人一听 立刻跪倒在刘秀面前 殿下千岁 请别怪罪我莽撞 草民姓耿名纯 也住在此殿 我早就注意了贵君臣的行动 今天特来参拜 哦 老壮士请起 刘秀急忙用手相掺 打理相还 那么这个耿纯是谁呢 书中暗表 耿纯是山西洪铜县 耿家庄的人士 是个大财主 家中富有财产 在各军各县 也有不少买卖 他娶妻懂事 长子姓正叫耿眼 这个孩子生来聪明好学 从小就跟着父亲耿纯学习全教武艺 耿家呢 有家传的一条画感方篇级 级法非常高明 耿眼长到十八岁了 武艺也学成了 正赶上大心十年 往往开科取士 耿纯一看儿子文武双全 很有出息 就跟夫人商量好了 带着儿子耿眼 到长安城武考场赶考 爷儿俩到了长安之后 也住在连生老殿 整个留秀君臣住着隔壁 就隔着一道墙 这耿纯哪 他常年在外边经商 他对外边的事情 一看就明白 他住在连生老殿里 刘秀君臣几个人的行动 就引起了耿纯的注意 他看了几天 就跟儿子耿眼说 儿啊 隔壁屋中住着几个人 绝不是平常之辈 一时半会儿 还看不出他们是干什么的 咱们得留心访查 今天刘秀看见贾父 他一时的高兴 就忘乎所以 把自己身份说出来了 而且说话的声音也高了 正好被耿纯听见了 耿纯一听是这么回事 感情旁边住的 是东宫太子刘孝啊 因为耿纯也不是为了带儿子 到长安城赶考保王莽的 如果儿子真中了功名了 将来做了王莽的五支官员 想办法劝反了王莽的兵 好保一位汉氏宗亲 恢复汉氏天下 今天能看见汉太子了 耿纯可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所以拉门进来 张嘴就问 哪一位是汉氏宗亲 刘秀说我就是 耿纯人那头便败 刘秀用手相掺 耿纯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 刘秀君臣很高兴就请耿纯上座 有天上的悲快 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谈话 耿纯岁数大的他心眼多 他怕刘秀君臣对自己不相信 就跟刘秀商议 我们爷儿俩呢 也搬到千岁这间屋中住 刘秀一想 他们父子爷儿俩要跟我住 一间房 要是犯了案 被往往的官人捉去 那都是死罪啊 敢跟我住在一块 利害相关 就绝对不是坏人了 刘秀的点头答应了 大家一直喝到掌声灯光 背叛狼藉 这才散了喜 耿纯就把儿子耿衍叫过来了 大家一看 耿衍长得七尺开胃 十七八岁 面白如玉 眉清目秀 十分俊俏 耿纯让耿衍给刘秀十里 然后落座吃茶 所以说这段书叫连生殿 群雄小聚会 一直到了初古 贾父贾君文告辞回殿 耿纯父子爷俩 还真的搬到刘秀 君臣这间屋子了 七个人住在店里 除去练习武艺之外 也是吃酒谈心 就等着八月十五进考场 到了八月十四 吃完晚饭了 连生老店的店家 就挨着屋子给客人送信 让客人早早的安歇睡觉 明天呢四更天叫起 好用这些赶考的橘子进考场 虽然橘子们全都睡觉了 店家这一宿都不能合言 得给客人预备好了吃的 预备好了热水 把所有客人的马匹给喂足了 备好了安颤 到了四更天 挨着屋的叫琴 等着伺候客人吃饱了 喝足了 下场去比武 这些店家才能休息呢 到了四更天 店家挨着屋的叫琴 留守军臣几个人也起来了 收拾好了东西 吃完了早饭 准备动身了 当羽衣伸手 中尉 有几句话我得跟你们说了 一会儿咱们出店 这店家给咱们美人一盏灯了 为什么给咱们灯了呢 这是店家呢 跟咱们要零钱的 人家凭什么给咱们喂马六声口 咱们出店的时候 接过灯了 美人呢 就给店家一两银子 图个吉祥吧 几个人全都答应了 唯独王爸没说话 他看了邓宇一眼 他没搭茬 君臣几个走出房门 来到了店门手 这店家在这等着呢 就给大家伙道喜 走出了一位举子 店家就望上 送上一盏灯了 哎呦 给您道喜了 您今天比武多状元 这个赶考的举子 结果灯了一看 上边有句吉祥话 是状元吉地 高千啊 掏出这张银子 就给了店家了 哎呦 多谢 多谢 大家挨着个的望出走 刘秀 邓宇 耿眼 耿唇 马成 逢义 也都望出走 店家呢 每人送上一盏灯笼 君臣几个人呢 就都给店家一两银子 邓宇一看 这灯笼上的写的吉祥话 写的真不错 什么金榜提名啊 独占凹头啊 天下第一 状元吉地 最后走的呢 就是王霸 王伯源 王霸刚一出店门口 这伙计 低了一盏灯笼 望上一地 哎呦 状元老爷 给您道喜了 王霸把两只眼睛 一瞪瞪的跟包子似的 嘿嘿 几千个人 多一个状元 就凭你这么说 我就中了状元了 一两银子 埋泥斩破灯了 拿走拿走 有银子我还喝酒呢 店家可气得直哆嗦 就躲开他了 没法跟他置气呀 邓宇几个人 看见王霸这样 虽然有气 可也没办法 君臣七个人 龙四江任等 帮安上马 一催作祭 是直奔武靠城 王霸 马闯贡院 下回再说 我来帮助 我来帮助 帮助 帮助 帮助